第144集 一夜暴富 景秀宫 临安公主的精美秀鞋踩着柔软的地衣 挽着太子哥哥的手臂 进入景秀宫 室内温暖如春 地暖驱散了十二月的寒冷 衣着华贵的贵妃坐在桌边 已经摆好了丰盛的佳肴 面带微笑的等待一双儿女 陈贵妃四十出头的年纪 早已过了女子风华正茂的年岁 处在女人最饱满风鱼的阶段 她的肌肤依旧紧致 眼儿仍然荡漾着水灵的光 保养得宜的身材没有走样 岁月在她身上沉淀出女子成熟的韵味 撇开那位倾国倾城的皇后 后宫众多嘉丽礼 就数陈贵妃最能打 于是呢四位皇女中也只有临安 能与长公主一较长短 啊不 一较高下 太热了 让外头的奴才将一将炭火 活力四射的临安公主皱了皱眉 她平时只要烧着炭火就够了 地暖实在太热了 给人的感觉就像在蒸笼里 笑容温婉的陈贵妃当即吩咐 听临安公主的 降降炭火 临安开心地投入母亲的怀抱 小女孩似的笑着 母妃 孩儿夜里苏在这里陪您一睡 好不好 陈贵妃笑容温婉的点头 虽然这并不合规矩 毕竟妃子们晚上可能是要伺候皇帝的 但到了园景帝这一朝呢 因为皇帝常年修道 早已进了女色 后宫里很多规矩都已经形同摆设 皇帝在乎女人 规矩才会森严 可皇帝都不在乎自己后宫的家历了 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前提下 爱咋样咋样 所谓原则性的错误 不过呢 像园景帝这样的状态 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后宫非常和谐 妃子们想掐架都掐不起来 太子陪着母妃拉家常 临安公主也叽叽喳喳的在边上插嘴 今日玲瓏突发恐幸 差点伤了临安 父皇和侍卫们救援不及 太子提起了下午发生的事 佛系的贵妃大惊失色 急蒙牵住临安公主的手 惶恐地端详 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给母妃看看 二公主是个爱撒娇的婊婊 顺势就做委屈可怜的表情 孩儿差点就见不到母妃了 贵妃一阵后怕 这群奴才怎么回事 一头畜生都收拾不了 险些伤害了我儿 她发完脾气 握住临安公主的柔体 后来呢 是太子救了你 太子的地位 与其他皇子截然不同 除了皇后 后宫其余妃子都要称太子 不能称我儿或者皇儿 临安朝太子皱了皱鼻子抱怨道 太子哥哥哪有这本事啊 每次怀庆欺负我 他都只动嘴皮子 不帮我打怀庆 太子苦笑摇头 贵妃愈发好奇 看了眼太子握住女儿的手 跟娘说说 临安妩媚的桃花眸里 一下子绽放身材 我今天收了一个小铜锣 是前天 今儿待在身边打算拆钱 正巧遇到这事 便是她救了我 铜锣 陈贵妃皱了皱眉头 是打羹人 那 知道母妃不喜欢打羹人 因为那些都是未冤的人 但她是我的人的 殿下有赏赐吗 自是有的 本宫这里 也得赏赐 会偷我判人 到库房 取一些首饰送过去 贵妃赏赐 对象当然不能是臣子 应该是臣子家的女眷 太子听到这里 忽然皱眉 那许千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 临安公主顿时扬起雪 白的下巴骄傲地说道 我从怀亲那里抢过来的 怀亲知道吗 知道呀 那她没有教训你 她敢教训我 我回头带着许千去见她 既有了保护 又能弃她 说到这里 临安公主为自己的机智而高兴 十二月的季节 天使说黑就黑 从衙门出发时 太阳还挂在西边天空 倔强地把云彩染成自己的形状和颜色 等到了徐府 天色完全清明 一盏盏灯笼亮起 映着晚归的行人和一座座阁楼瓦屋 清明的天空逐灭灯笼 古香古色的建筑 许千安每次看到这一幕 就恨自己当初没有学画画 这个点儿 徐府已经关门 门房老张知道大郎从来不走门的 所以当许千安敲开大门时 老张满脸的意外之色 许千安吩咐道 汉福利的人过来搬东西 搬东西 老张目光掠过许大郎的肩膀 看向身后的三辆马车 以及同行的打羹人 前厅 一家四口正在吃饭 许灵月今天依旧没有等到大哥一起吃饭 怪想他的 垂着头 大哥好多天没准时回家吃饭了 烛火摇晃 他长长的睫毛牵住了光 尖翘的瓜子脸 闪烁着暖浴般的光泽 白皙美丽的瓜子脸 清纯柔弱的姿态 如果套上水手符的话 就是符合大众审美的笑话 还是混血的笑话 许灵月的五官比寻常女子要深刻 更有立体感 我会上天菜给大哥吃的 许灵音和姐姐完全是两个极端 大哥不在 就没人和他抢吃的了 粗短的小手捏着筷子下筷子 如飞天赋惊人 沈沈看了二叔一眼 过几天 是不是该发月份了 二叔低头吃饭 恩了一声 他其实已经把这个月的月份给透支了 临近年关 同僚之间应酬 送礼 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许二叔心想 反正宁宴也没娶媳妇 先借她的俸禄 也应付一下 沈沈那是哀声叹气 年底还得给零月零一 大郎二郎做衣服 银子又不够了 上个月去白露书院之前 家里还有几十两银子的积蓄 结果一回来 空了 沈沈当场就要首四二叔 说他是不是出去鬼混了 是许大郎和许二郎以人格担保 银子都用来跑关系办正事了 绝不是鬼混混掉的 沈沈就相信了 虽然许大郎是个讨人闲 但是性格倔强 从不说谎 许二郎是读书人 从小到大一百一眼 是个懂事的孩子 也就几两银子的事 许二叔满不在乎 沈沈看了他一眼 我想买一匹云锦 许二叔诧异的抬起头 他并不认为 家里现在的经济状况 能用得起一尺一两的云锦 沈沈就给他算啊 说是二郎春围之后 若是能中 那身份就不同了 不能老穿以前的那件袍子 再珍贵 一件也撑不起场子呀 你看灵月哈 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厨子里的衣裙 该翻新了 许二叔是心不在焉的 听着 恩恩啊啊的随口敷衍 啪的一声 沈沈把筷子拍在桌上 大家一起看过来 然后呢 沈沈又面无表情的拾起筷子 吃饭 许二叔无奈 睡阴暗的时候 咱们都掏空家底了 最初一个月的米面 还是问同僚界的 等明年吧 明年 一定呗 沈沈低头 不给他看自己微红的眼眶 小心点 小心点 别碰到枪了 弄脏了 看老夫不削你们 这时候呢 门房老张的呵斥声传来 许二叔心情不好 皱着眉头看去 府里下人们捧着一匹匹的绸缎 在门房老张的指挥下 小心翼翼的进来 深深睁大了卡兹兰大眼睛 难以置信的看着一匹匹光鲜亮丽的段子搬进来 徐灵月惊呼 好漂亮 绿鹅也瞪大了眼睛 垂涎欲低 只有许灵音忠贞不渝地热爱着食物 小脸埋在碗里 塞棒子一鼓一鼓的 那 哪来的这些 二叔茫然问道 门房老张 刷的展开一块粗步 扑在地上 边指挥下人 放下绸缎边回答 大郎带回来的 说是陛下赐给他的 陛下赐的 徐二叔的第一反应是 桑泊案破了 身为玉刀位百户 平日指手外城 内城的事 他都不清楚 桑泊案在内城闹得满城风雨 但身份不够的人 接触不到相关信息 想到自己卡在炼气 已经近二十年 二叔心里黯淡 但很快呢 这鼓悵然就被喜悦给冲散 您念人呢 在门外呢 陛下总共赏赐了五百匹手段 门房老张喜悦的说道 啪哒一声 使使手里的筷子 摔在了桌子上